我先开录音了啊 我们上一期啊 跟大家聊了一下 几位参与人物啊 几位这个参与人物 我们今天啊 就是我们这专题啊 我们不会太按照 我们并不让线性叙述啊 我们有的时候会回溯 因为我们虽然讲的是1961年 这一次美苏对峙 柏林墙的建立啊 我们虽然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呢 我们实际上在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讲的是整个柏林墙 我们在讲的是柏林问题 我们在讲的是冷战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啊 你可能会 有的时候我们会往后倒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往前倒啊 所以你一定要听清楚时间啊 我会告诉你时间 我们要说吧 我们今天的故事 从小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赫鲁晓夫很高兴 赫鲁晓夫有什么高兴呢 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高兴 这时间发生在1960年的12月31号 马上第二天就新年了 就1961年了 还有几分钟的时候啊 在克里姆林宫 大家知道啊 苏共的领导当年啊 苏共这领导当年啊 每年要一个新年的招待会 这个这个一直延续到咱们现在中共也是这么搞 对吧 新年要一个招待会 团拜会 哎要有这么一个请这个老干部老领导一块吃吃饭 哎 这个这个习惯就是当年克里姆林宫啊 苏联就这么搞 所以1960年马上过去了啊 你亲爱的尼基塔 亲爱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同志 松了一口气 这一天呢 他搞了在克里姆林宫搞了这个新年团拜会啊 请了2000多人 跑到这个圣乔治厅啊 圣乔治厅是克里姆林宫里最大的那个厅啊 有宫顶那个厅 哎呀 你赫鲁晓夫这个同志啊 你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啊 望着这么多的人啊 都来过来 还是有一点忧虑 为什么呀 来一年啊 1961年 注定是一个艰难的一年 这一天啊 下大雪 莫斯科这个下着大雪 然后呢 大家知道 这克里姆林宫边上啊 就是什么呀 就是皇帝灵 啊 皇帝灵埋着两位前任皇帝 一个是列宁 一个是斯大林 都做了防腐处理 不朽的失身 所以 赫鲁晓夫啊 这个时候 他意识到了 就是苏联的这个国际地位 还有自己的这个历史地位 更重要的是 自己的这个政治生涯 现在正在一个什么呀 正在一个拐点上 这个拐点很重要 1961年 毫无疑问 就是这个拐点 就是暴风雨的前夜 1960年啊 赫鲁晓夫遭遇了第二次粮食欠收 两年前啊 这个有一次大丰收 对吧 1958年有一次大丰收 他提了一个突敌计划 因为他访完美了 对吧 看上那玉米特高兴啊 拎着人打玉米 特别高兴了 说这晚上好 这晚上种哪都活啊 特别高兴 就回来说 得了咱也种玉米吧 对 结果种玉米 全都什么都不可以种了 哎 就是我们这个共产党国家 干活的这么极端啊 就是 其他都不可以种了啊 就种玉米 结果完蛋了啊 这1960年 粮食欠收 他本来提了一个突击计划 什么呀 就是说苏联1970年 生活水平超过美国 现在看来 不光超过美国 还可能要饿死人 所以 这个 没法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了 哎 于是这个时候 1960年 他干了一事 他就全国视察了一遍 啊 就是走 那领导干部嘛 就说一个是跟当地 稳一稳民心 对吧 跟咱们现在这个领导干部一样 说这稳稳民心啊 看看军队 然后去老乡家里头 握着老乡手 老乡啊 这个家里几口人啊 什么的 就去 这个 他这次视察 一个是稳定民心 一个他也要实际看一看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 这种独裁政治啊 或者说这个 赫鲁晓夫已经不能叫独裁政治 就是说这个 集体政治吧 但是他毕竟还是个独裁者 对不对 很容易变成什么呀 政治血居人 哎 就是张宏杰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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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什么 就是那个乾隆 那个书啊 那里说的 政治血居人 就是看不见实际情况 因为外边人为了拍马屁 底下人为了拍马屁 报告给他的故事啊 全都是好 大丰收什么的 所以他必须要亲自下去看一看 结果他下去以后 他发现各地都面临什么呀 住房问题啊 黄油没有啊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毕竟是苏联人 也是欧洲人 对吧 也是吃吃饿 饥饿的盛世啊 饥饿盛世 张宏杰那边饥饿盛世 这个黄油啊 肉啊 牛奶 鸡蛋啊 肉蛋奶都缺 缺的特别厉害 他呢 跑到这个几个地方 他都听到了一些消息 说什么呀 说这个当地的情报部门啊 嗯 说收集到一些情报 说当地的这些工人啊 都憋着要暴动 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 而且真的已经开始有人 去组织这个暴动了 这个事情让他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 1956年的匈牙利发生过呀 对吧 当时赫鲁晓夫 这也是共产党国家 第一个开始坦克 去压起义的 对不对 这个开始坦克 碾了起义 对吧 匈牙利 1956年匈牙利事件 我们在苏联那个专题里 也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这个 这是他国内面临的颓势 对吧 其实1960年 你看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哎 粮食欠收 国际上呢 赫鲁晓夫也比较纠结 因为赫鲁晓夫 这个人一上来 大家知道 是一个什么呀 他是一个实行 他希望跟这个西方啊 有所缓和 他不太同意 那个斯大林那一套 对吧 那斯大林那一套 就跟西方搞对立吗 赫鲁晓夫上了以后 不是把斯大林给否了吗 所以他上了以后 他希望跟西方搞这个和平共处啊 搞一点温和外交 这个斯大林肯定是不同意的 斯大林活着掐死他啊 这是绝对对立的 那么这件事情 其实当时在苏共里头 这也是有很大争议的 因为你要知道 斯大林虽然死了 但是斯派还有很多人呢 对不对啊 这个这个莫勒托夫啊 贝利亚 这还有还有很多斯派的人物呢 所以这个跟斯大林的观点 肯定是对立的 跟斯大林的观点对不对立 其实这个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政敌 会不会他的这些政敌 政治对手 会不会借着这件事情 你没搞好 我把你给弄下去 对吗 但是5月1号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什么呀 就是美国那U2侦察机事件 侦察机事件被苏联给击落了 哎 一同坠毁的 还有什么 还有赫鲁孝夫的对外政策 几天之后 那个巴黎峰会上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非常硬气 这是打过二战的 对吗 他就非常硬气 他拒绝了啊 就这个美军飞机入侵苏联 领空道歉啊 赫鲁孝夫就不依不饶 说你必须 你必须道歉啊 你得给我个面子 咱们都是战友啊 你给我面子 老爱啊 艾森豪威尔说 呃 滚一边去啊 我艾森豪威尔肯定不道歉 我拒绝啊 而且我也没入境你领空啊 你平时说那是你领空啊 对吧 所以拒绝道歉 但是飞机掉下来了 这样的话 赫鲁孝夫 他一看不行 那国内多没面呢 国内这政治局压力非常大呀 那后边一大堆人想搞他呢 对吧 你看看你啊 那内政内政不行 外交外交不行 对吧 那很多人要搞他呢 所以这个赫鲁孝夫 没办法 硬着头皮 他知道艾森豪威尔肯定不是个软柿子 硬着头皮 他就宣布什么呀 我不再跟二战盟国进行会谈了 提前结束 巴黎峰会咱们就开完了 我就走了回家了 苏联内部 就是苏共内部 就是斯大林的私派的这些余党 以及我国的毛主席 你毛主席 你毛爷爷 你毛爷爷和当时私派的这些人物 他们是一条心的 为什么呀 因为毛爷爷对于这个赫鲁孝夫 斗倒了斯大林 否了斯大林这些事表示非常的震惊 为什么震惊 因为你把斯大林给斗倒了 那这事要是蔓延开了 那在中国的毛泽东不也得倒了吗 对吧 都是这个一样的手腕 所以毛泽东跟这个时候 跟私派的这些残余势力 坚定的站到了一起 大家都坚定的认为 说什么呀 这是赫鲁孝夫缺乏领导能力 你看这本来是一件多好的一件事 结果你看看赫鲁孝夫你在干什么 赫鲁孝夫 这个人 我们之前说了 这个人他比较没有安全感 但是这个人又特别的自大 为什么 因为他无数次的政治胜利 所以他有莫名其妙的自信 赫鲁孝夫虽然很紧张 但是很显然 他当时认为什么 他认为这一次 他也要利用这件事情 要清除掉政治对手 所以1961年 刚刚开头 还没到1961年 12月31号 他就已经计划出来了一大堆的事情 就后边的一大堆的事情 他就要好好的干一波 你要干我我还要干你 就看咱俩谁投铁 所以我上期说 赌徒 赫鲁孝夫是典型的赌徒心态 赫鲁孝夫做的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赌 只不过有些事情赌赢了 有些事情没赌赢而已 这个我们只是 说一个背景 真真正正的重头戏 毫无疑问 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不是讲柏林的吗 我们讲柏林强的 所以真正的重头戏是哪 真正的重头戏肯定是柏林 柏林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因为它是美苏对峙的终点 对吗 中间线 这就是西方和东方对立的 这是前线 要是打 就是从柏林开始打 对吗 所以批评赫鲁孝夫的人指责啊 说柏林现在是共产主义世界最严重的一个伤口 因为柏林在分裂 对吗 柏林还有个西柏林 西柏林就在 就在东德境内 这是共产主义世界最严重的伤口 一个洞啊 对不对 赫鲁孝夫你干什么了 你什么也没干 你只是让这个伤口不断的溃烂 西柏林的 这个西德的经济越来越好 带着西柏林的经济也越来越好 东德叛逃的人越来越多 人都逃没了 对吧 从东德往西方逃的这些难民都是自发的 而且我上期已经说了 这些难民都是什么人 这些人都是最肯干最能干的 什么呀 工厂主 知识分子 农民 医生 教师 对吧 你没什么本事的 他跑不跑 他也没什么区别 对吧 这些人全都跑了 这些这个有头有脸的 这个中间力量全都跑了 人数多 太多了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的往那跑 所以这已经超过警戒值了 再这么跑下去 东德没有人了 赫鲁晓夫呢 他就特别喜欢把柏林比喻成什么呀 西方国家的高丸 他老说这话 他说柏林就是西方国家的稿丸 当他想跟美国去谈判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稿丸拿出来捏一捏 用力捏一捏 所以这就是赫鲁晓夫 他为什么没有对柏林有进一步动作 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他的一个棋子 有点像是今天的台海问题 有点像是今天中美之间 针对这个台海的问题 就是说你可以把理解为 台湾就是这个稿丸 当两边有了问题 当两边需要谈判的时候 就要拿出来捏一捏 所以其实当时西柏林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 是这么个东西 当然对于他的政敌来说 认为这是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头 开了一个洞 所以我们还说回这次舞会 赫鲁晓夫这个人 活得比较粗糙 来到了人群中 喜怒不形于色 当然 共产主义的政治家 共产党的政治家 基本都是这样 喜怒不形于色 因为一旦你这个脸上表现出来 很容易被政治对手就给弄掉 所以赫鲁晓夫也有这个特点 看不出来 他是焦虑 还是高兴 这次他邀请出席新年聚会 什么人都有 宇航员 女芭蕾舞演员 艺术家 官僚 当然还包括所有驻苏的各国大使 大家在这个三千盏吊灯的这个大厅里头 跳舞 对于很多人来说 当然对于苏联人来说 苏联人来说 那这就是能参加这么一次高级别的新年团拜会 这算是你想这都是什么人才能来参加 这本身就证明了自己的这个社会地位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 稍等一下 没有啊 铁销被他妈给弄哭了 所以我那个 问一声 这就是 这就是本身就证明了自己的那个社会地位 但是 这一次舞会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是大家都在讨论 所有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 大家都在讨论 就是什么呀 就是美国刚刚竞选完 刚刚大选完 下一任总统 约翰肯尼迪 还有三周就要就任美国总统了 他们很清楚 那么今天这次新年的这个联谊会 这次团拜会 很显然 赫鲁销夫必须要在新年致辞上 为接下来这一年 1961年 美苏关系必须得定一个调子 到底是紧张还是缓和 肯定得定一个调子 于是午夜时分的时候 12点了 大家倒计时完了以后 赫鲁销夫 很高兴 开始跟所有的人 握手 热烈拥抱 这个赫鲁销夫很胖啊 对吧 很胖 然后这个 赫鲁销夫这个人啊 就是什么呀 他经历过无数次大清洗了 对吧 最终他能挺到今天 这就是 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好处 当然这不是后来的共产党 是这个当年的共产党 共产党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共产主义国家 会给这样的平民的机会 因为他是农奴的孙子 对不对 所以这农奴的孙子 你想想能走到最高领导人的这个岗位上 这在西方国家 这也不太可能 对吧 你要不是个政治士 你说你是一纯贫民 这好像也不太可能 所以 这个赫鲁销夫 他确确实实是拿到了这样的机会 当然这个人也确实不一般啊 就是这个比较诚服 苏联当时的核导弹能力越来越强 美国的情报部门 一直都迫切的想要得到一些消息 这些消息很简单 就是什么呀 赫鲁销夫到底怎么想 他到底是在赌 还是他确实胸有成竹 1960年的时候 美国曾经干过一件事 美国曾经干过一件事 美国呢 就是这个中央情报局 他呢 就搞了一个20多人的一个专家组 这20多个人专家组 干什么的都有 有内科医生 有研究精神病的 精神病学家 也有心理学家 这20多个人在一块 分析所有赫鲁销夫的照片 影像资料 就干这个 还有个人资料 就干这个 然后他们会放大某一张照片 看赫鲁销夫动脉的特写 然后判断什么 因为当时有传言 因为大家知道 共产主义国家 最高领导人的健康 绝对是国家机密 绝对是国家机密 所以当时有传闻 说赫鲁销夫可能有动脉硬化 他们就去放大这个动脉的照片 看他是不是有动脉硬化 和高血压 这就是这20多个人就在这干这个 结果他们发现什么呢 他们发现赫鲁销夫这个人 他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 他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 跟人说话的时候啊 一会儿特别激动 一会儿特别消沉 而且呢 赫鲁销夫这个人 在平时私下里头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消沉的人 他几乎不怎么跟人说话 很消沉啊 而且赫鲁销夫显然 他有所有老鹅毛子啊 老毛子的这个爱好啊 饮酒过量 他酗酒啊 酗酒 当然就是说1960年 他们看的时候说什么呀 说赫鲁销夫可能是因为 呃这个医生给的建议 呃他现在喝不喝高度酒 他喝一点低度酒 但是这赫鲁销夫这个人 可能有比较严重的酒精依赖 所以从一贯赫鲁销夫的表现看来 他们美国当时给赫鲁销夫下了一个定义 叫什么呀 叫习惯性乐观的机会主义者 稍微有一点绕口啊 什么叫习惯性乐观的机会主义者 其实就不用说多了 就是赌徒 知道吧 就是其实就是赌徒 就是一个老抢翻盘的赌徒 但是当时这个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研究 是一个这个高度机密啊 当然后来随着苏联解体也都这个 这个档案也都解禁了 所以我们今天能看见了啊 所以肯尼迪刚一上台的时候 他就收到了中央情报局这个专家组 给他的一个赫鲁销夫的一个塑写啊 一个一个特写 之前有很多人认为什么呀 说赫鲁销夫应该跟斯大林 他们两个人应该差不多的 就是在政治信仰上应该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啊 这共产主义信徒 但最后报告的结论是什么呢 说这20人专家组在观察完了赫鲁销夫之后 他们认为赫鲁销夫是一个激进分子 因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他是个激进分子 他非常有激情 就是说什么呢 言外之意就是说 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 他就会跟斯大林保持高度的一致 他们俩都是什么样 这个马基亚维利式的啊 共产主义者 非常虔诚的共产主义者 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后 他又马上会变成一个开明派 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 中央情报局还给这个肯尼迪 因为肯尼迪马上就要上任了嘛 对吧 提供了另一份这个机密文件 这份文件也是后来 这个91年苏联解密的时候 然后中央情报局也解密了这份文档 说什么呀 说当时其实中央情报局 给肯尼迪做出了一个性格塑写 说这个赫鲁销夫是性格让什么人 让他提防 说什么呀 说赫鲁销夫这个人啊 足智多谋 胆子非常的大 善于把握政治时机 而且他是一个演技非常出色的政治家 他非常好赌 他们想通过这份报告去提供 给肯尼迪提供一个评估标准 这个不要让肯尼迪说 这一看这是一个比较逗乐的一个胖子 但其实这个胖子可是有天生的智慧 敏捷的思维 十足的干劲 蓬勃的野心和冷酷的性格 这就是当时中央情报局给赫鲁销夫的定义 我们今天再看这份定义 我们不得不说 中央情报局当年的这份情报 确确实实 就对赫鲁销夫的个人性格的判断 真的非常非常的准 但是很遗憾的是 在后续对他行为的判断上 他们出现了误判 但是这我们不说了 因为这里有很多因素 但是就美国人当时了解的赫鲁销夫 毕竟访过美 而且跟尼克松辩论过 所以就美国人了解的赫鲁销夫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不过有一件事 中央情报局没有向政府报告 就是赫鲁销夫在这次新年团拜会上 他说什么呀 他说肯尼迪之所以能够胜出 能够在竞选击败尼克松 功劳是谁的 功劳是他赫鲁销夫的 待会我告诉你为什么 他说所以肯尼迪一定会感谢我的 这是他在新年团拜会上 当着众人的面 他说的话 赫鲁销夫 这个跟大家说 说你看这次 因为肯尼迪太年轻了 对吧 这一次 这个这是 这是美国有电视以来 这是第一次 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 这是美国有电视以来的第一次总统选举 最激烈的 自1919年之后 最激烈的一次 最胶着的一次总统选举 这一次总统选举因为太胶着了 所以 因为赫鲁销夫的关系 你看啊 苏联把美国这U2侦察机给击落了 对不对啊 然后呢 把他飞行员给抓了 这鲁销斯 那飞行员的鲁销斯 给他抓了 我看有没有鲁销斯照片 找一找 这呢 这没没有鲁销斯的照片 但是有这个U2侦察机的照片 然后两个月之后 又在这个巴伦之海 又打下一个RB47 一个侦察机 又打下来 然后又抓了两个机组人员 就这三个机组人员 他就给关下了 因为这个时候 美国正在打这个选战 很胶着 所以 这个正是打到最高潮 然后当时共和党呢 就恳请赫鲁销夫 说你看 你把我们这哥尔萨放回来得了 你把我们这三个飞行员放回来 然后赫鲁销夫拒绝 为什么呀 因为当时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 对吧 艾森豪威尔不给他面子 不给他道歉 所以赫鲁销夫直接就拒绝了 这个时候 他就 希望 这个通过多种渠道 尽早跟肯尼迪 进行峰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他觉得这肯尼迪比较年轻 比较好接触 又是这个民主党人 对吧 所以这个比较 而且他觉得 肯尼迪 他这么这么是好 肯尼迪一定会在 这个柏林问题上 会做出一些让步的 他想拿这个去交换 所以在这次竞选里头 赫鲁销夫不断的通过 驻美大使 他的这些高级官员 就向肯尼迪传达一个态度 就是什么呀 就是他希望肯尼迪赢 他非常讨厌尼克松 他讨厌尼克松 当然是有理由的 我们看看他为什么讨厌尼克松 这样的话 这个没有人不会讨厌尼克松 因为尼克松 这个厨房辩论的时候 把这个赫鲁销夫 你想想 这个是经过打选战的 尼克松的口才 那是打选战的 那赫鲁销夫 那浓奴的孩子 对吧 这个喜怒 就是善于隐藏自己 都是做政治局报告的 得照着搞念的 所以这个 尼克松这个口才非常好 让这个赫鲁销夫 非常下不来台 对吧 这个当时两个人在莫斯科 那个美国展会 对吧 然后两个人在这个厨房的 那个展会 那个展台那 两个人就两个社会制度 这个到底哪个比较优越 然后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是 连苏联都承认 尼克松 毫不留情的羞辱了赫鲁销夫同志 这就是厨房辩论 我们在苏联那专题里 也给大家讲过 所以 这个赫鲁销夫啊 觉得特别下不来台 他下不来台 还有一点 就是什么呀 就是党内的这些同志啊 一看说赫鲁销夫同志 你怎么回事啊 小老弟 你怎么这个 那打鼻子 你都说不过他 所以赫鲁销夫 就向党内的同志们表示 说这个 你别看 尼克松羞辱了我 但是呢 我同样可以羞辱尼克松 我就要操纵 美国总统的选举 可见俄国人操纵美国选举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当时在党内放出一句话来 他说什么呀 我绝不会给尼克松当选的机会 绝不会 我赫鲁销夫说到做到 于是选举结束了 肯尼迪果然赢了 赫鲁销夫就欢呼 说为什么 你看肯尼迪为什么赢 因为共和党来求我 释放这三个人 我不放 对吧 所以共和党在国内 没有面子呀 你看看你们都没有面子 所以我没有放美国飞行员这件事情 就让尼克松失去了至少几十万张选票 所以尼克松败选了 肯尼迪当选了 他把这个话不断的通过美国大使 带给肯尼迪 你看见没有 我帮了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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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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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三个飞行员倒了没了 这三个飞行员其实还好 虽然他们被关在卢比扬卡监狱 其实就是克格勃 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 就是在莫斯科 就在克里姆林宫边上 大概就是十分钟的路 但是关押环境非常的恶劣 这个哥斯坦反正在苏联 那要是让古拉格的各位看见 那算是关在宫殿里了 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 这个还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赫鲁晓夫就把这三个人 就关在这当政治筹码 就计划将来在某个时间拿出来 等肯尼迪当选了以后 我再拿这三个人 再跟肯尼迪那捣鼓捣鼓 这个时候赫鲁晓夫的新年致辞 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很多人围着他 这个时候的赫鲁晓夫 更像是一个成熟的 受欢迎的政治家 因为赫鲁晓夫这一年 已经66岁了 不像是个独裁者 因为这个时候的苏贡 他实际上是个集体领导者 66岁的赫鲁晓夫 看起来还非常的年轻 很有活力 200斤麦子扛肩 走实力都不换肩那种 所以 当然赫鲁晓夫 22岁 他得过一场重病 所以他面相看起来 非常的惨 头发那场病也都掉光了 然后 牙也 门牙缝特别大 然后还掉了几颗牙 还镶了几颗大金牙 头发特别的少 算了 咱们不说他头发的事了 然后 脸上的皱纹 可以夹似蚊子 非常的紧 但是赫鲁晓夫的目光 很锐利 赫鲁晓夫说话 有一个特点 他喜欢挥手 喜欢挥手 然后声音特别的大 有理就得升高 在新年的团拜会上 他跟同志们也都打成一片 经常能直接就叫着 这人记性特别的好 他能叫出很多人 不光能叫出很多人的名字 他能叫出很多人的孩子的名字 子女的名字 小塔吉扬娜怎么样 小伊凡怎么样 什么就跟人聊天 李富贵怎么样 但是赫鲁晓夫在这一天晚上 他突然发现 有一个该来的人 没有来 这人是谁 这人是罗埃林汤普森 就是美国驻苏大使 竟然没有来 他很失望 因为什么 虽然美苏关系 当时不是特别的好 非常紧张 对吧 因为YouTube事件 然后弄得非常紧张 但是汤普森大使 跟赫鲁晓夫个人关系 非常的好 甚至赫鲁晓夫 跟汤普森的老婆 真 汤普森 他们俩的关系 也特别的好 这一天呢 大使没有来 汤普森大使没有来 但是他的老婆来了 所以赫鲁晓夫就跑过去 问这个 真 汤普森 问他老婆 说这个 你老公 没在啊 说没在 老公 怎么着 今晚不来 不来 为什么不来 说得了口腔溃疡 疼得太厉害 在家治溃疡 这个理由呢 就有点像说 你今天为什么没来上学 老师 我昨天头发丝疼 就是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 在家里治溃疡 汤普森为什么没来 汤普森其实 他确实不想见赫鲁晓夫 因为 赫鲁晓夫在1959年的新年的那个团拜会上 他拉着这个汤普森 赫鲁晓夫爱喝酒 当时还在喝酒 喝高了 他拉着这个汤普森 说什么呀 说我明年要在柏林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把汤普森吓坏了 汤普森赶紧向这个华盛顿报告 说这事发生在什么 就是1959年凌晨两点 其实是1958年的12月31号 就是凌晨两点 然后赫鲁晓夫那时候喝的已经高了 然后把汤普森跟这个汤普森老婆 还有这个法国大使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 一块带到那个接待室 这是在前一年发生的事 然后呢 这个赫鲁晓夫喝多了 他就特别挑衅的 就跟这个汤普森说 如果西方国家 没法满足 我对柏林处理要求 他对柏林有什么要求 各国军队必须都撤出柏林 就是你们都撤军 如果你们不按照 我就要求办 我告诉你啊 这个西方国家 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反正喝高了 话也转了 这汤普森当时跟这个法国大使 两个人面面相去 说这怎么回事 这时候赫鲁晓夫接着说了 指着法国大使 我们现在有30枚核武器 就瞄准着法国 怎么说 指着法国大使说了一句正话 说这30枚核武器 打过去 一位平地 要不然法国一位平地 然后呢 他又补充 他说 我们还给西德和英国 各准备了50枚这样的核弹头 你们就等着了 这时候气氛非常的尴尬 你想想啊 在新年团拜会上 你把各国大使叫过来 然后你跟大使说 说我们有30枚核弹 正对着你们的 然后你不能一位平地 还有这个50枚对着西德 50枚对着英国 所以这个气氛 当时一度非常的胶着 很尴尬 于是呢 这个汤普森的老婆 真汤普森 就说赶紧 说这个回忆一下气氛吧 就是这个 先是一阵尴尬的傻笑 哈哈哈哈 傻笑 好像有说 那请问赫鲁晓夫先生啊 有多少枚 是给我们山姆大叔准备的 他老婆说了这么一句 这句话呀 后世的解读呢 有人说这个真的 没有脑子 没有脑子 不应该问这种问题 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这显示说什么呀 你还是害怕了 对吗 就是说在这个核威慑面前 你还是害怕了 可是也有人认为呢 说这个珍 其实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女性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那怎么接话呀 那后边说什么呀 说不说这个 什么时候发射啊 你不能跟他聊这个啊 对吧 而且他又喝高了 所以这个 珍就问了这么一句话 但不管了 合不合时宜吧 那你看看赫鲁晓夫 是怎么回答的啊 你他都已经喝成这样了 但是他还是露出了一个非常啊 不怀好意的微笑啊 冲着这个针 还挤了一下眼睛 说这是一个秘密 于是这个气氛就没法聊了啊 汤普森呢 这时候就举起了酒杯啊 说马上是巴黎首脑会议了 要不咱们干一杯吧啊 这个赫鲁晓夫说为什么干杯啊 说为了啊 将来在这个 呃 这个巴黎和会上 巴黎首脑会议上啊 跟艾森豪威尔会面 咱们干一杯吧 两国关系有有望改善 但是赫鲁晓夫听完了这个汤普森 这句话之后 他呢 反而加重了威胁的口吻 他完全抛弃了之前对艾森豪威尔的承诺 就是什么呀 就是 他之前曾经跟艾森豪威尔说 说咱们是老战友 啊 在巴黎首脑会议之前 我们绝不会采取任何单边的行动 去破坏柏林的和平 这是他当时答应艾森豪威尔的 但是 他说这个 现在这句话 我不说了 啊 我说 我不说了 啊 这个该到弄你们 啊 就开始 所以 这场会议 在尴尬的气氛中 就是 虽然是一次新年的聚会 但是气氛弄得非常的僵 啊 说不上去 但是大家还是聊到了凌晨六点 才结束 至于这个会议后边在聊什么 没有记录 我们只能看见前面的记录 前面的记录是谁公开的呢 是汤姆森大使的回忆录里的公开的 但是后边的部分 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汤姆森已经去世了啊 所以这个后边的部分 实在是 可能是当时涉及到国家机密啊 当时涉及到这个加密 这个机密的部分 但是很遗憾 我没有在档案里头找到这份 后边的这个 这个过程 但是就汤姆森自己说 说什么呢 他说 就是说这这天谈到六点 他说他非常清楚一点 就是说 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 出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汤姆森是怎么向华盛顿汇报的呢 就是说两个国家啊 就是美苏关系 能不能维持住这个和平的关系 就至少表面上的和平 这完全取决于赫鲁晓夫第二天 能想起多少 他头天晚上跟我说过的话 这就是当时汤姆森给 就华盛顿的汇报 所以 汤姆森是第二天早上 马上就给艾森豪威尔 就是写了一份 就是发了一个电报 紧急电报 这个电报里头 毫无疑问 应该是有 他跟这个赫鲁晓夫谈话的所有内容 但是我们只能看见一部分 而且呢 他呢建议艾森豪威尔和这个国务卿 这个赫托 当时国务卿是赫托 艾森豪威尔的 他呢建议说 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赫鲁晓夫说的话 因为这个人很显然是喝醉了 就这个时候 他说的话很显然已经喝醉了 所以艾森豪威尔后来问过汤姆森 说这个 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赫鲁晓夫 到底 他在说什么 他到底是为什么 要说这个话 汤姆森呢 他说就是基于个人判断 赫鲁晓夫 无疑只是想告诉美国 柏林局势非常的危急 啊 就是说这个事情 他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会把这个柏林这个问题拿出来 跟美国找事 你看啊 这件 这个话说错了吗 没说错 一年之后 对吧 果然 哎 汤姆森在家里头致溃疡的 其实汤姆森没有得溃疡 汤姆森安逸的躺在家里了 他就是不想见赫鲁晓夫 哎 赫鲁晓夫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见到汤姆森 哎 他也觉得这事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呀 因为虽然 汤姆森是最应该见到的美国人 在这次这个团卖会上 但是汤姆森没有出现 其实是一个好事 这说明汤姆森实相 美国实相 对吧 赫鲁晓夫更加的冷静了 哎 所以这个 在迎接了1961年的钟声敲响之后 圣乔治大厅啊 那个新年树亮了灯 然后赫鲁晓夫举起了酒杯 非常高兴啊 发表新年致辞 这新年致辞 我刚才说了 大家都在树点儿都听呢 他一定会提到美苏关系 因为他提到美苏关系 就是来年61年 美苏关系的定调 这就是党的最高方针 领导方针 他说新年好 同志们啊 新年好 不论去年多么顺利 粮食欠收了 无论去年多么顺利 来年形势会更好 哎 这也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特色 只有更好 没有不好 永远没有不好 只有更好 无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饥荒啊 什么的 都是形势一片大好 于是 那大厅里头都是这个 你想想都是被邀请来的 大家都是有觉悟的人 都是有身份的人 所以大厅里头 很适时的爆发出了欢呼啊 人们互相拥抱亲吻 然后赫鲁晓夫 仪式性的开始 向工人问好 向农民问好 向知识分子问好 向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们问好啊 然后他说啊 我们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 绝对是更优越的 但是 我们绝不会把这种制度 强加给任何一个国家 接下来 他话锋一转 他说有关 美国即将当选的总统 肯尼迪先生 这个时候 大厅里头立刻变得安静了 因为所有的外交官都在听 他说啊 苏联呢 会尽一切努力 和各国人民 保持友好的关系 都是这种腔调 只不过他们说的是德语 但是腔调是一样 他说我相信 没有人会对这个说法有意见 我们非常想改善 同美国的关系 你有机会 你别觉得我是在恶搞啊 你如果有机会 你听一听当年苏联的领导干部的发言 你会发现 苏联领导干部的发言 和我国领导干部的发言 真的是一模一样 都是停顿非常的长 说话非常的慢 他不像这个 他不像这个西方政客啊 快言快语 这个脱稿 然后这个直接说 但是他们说话都非常的慢 他说因为和美国的关系啊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对吧 这很显然嘛 美国是一个阵营啊 对吧 你美国美国关系 可不就影响跟整个西方阵营的关系吗 他说我们也愿意相信啊 美国也在为改善两国关系 正在努力着 我呢 希望跟新一届的这个美国总统啊 他能够给美国的这个政治局面啊 带来一股新风 吹走美苏之间沉浮的空气 你看啊 这个 这个发言又让大家摸不着头脑了 一年前 他还在算计着 要向西方国家 要向法国扔30颗核弹啊 西德和英国各50颗 还要扔原子弹的人 现在突然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副非常平和的啊 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老政治家 赫鲁晓夫接着说啊 说这个 在美国大选期间 肯尼迪先生曾经说过 如果他当选了总统 那么 他会就美国派出侦察机 入侵苏联领土一事 向苏联道歉的 所以赫鲁晓夫说啊 他同样希望啊 让这件不愉快的事情 就成为过去了 我们就不要再提他了 美国人民既然选择了肯尼迪 而没有选择尼克松 那么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美国人民的眼睛 是雪亮的 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啊 的这个冷战的政策 和跟苏联的这个关系啊 这个逐渐恶化关系 是不满意的 所以美国人民选掉了尼克松 没有让尼克松当选啊 而是让这个肯尼迪当选 肯尼迪是要跟我们和姐弟 所以美国人民好样呢 哎 他最后竟然举起杯了 他说什么呀 让我们为美苏的友好关系 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 干杯 你看啊 这话说的 于是全场啊 齐声啊 为美苏关系啊 美苏友谊 为全世界的友谊啊 和平共处 干杯 大家一块 人们又热烈 拥抱一起喝 哈鲁巧夫说话很慢 但是他选的每一个词都非常的深思熟虑 他在这次发言里头多次说出了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就是因为这个发言肯定是第二天就会出现在肯尼迪的办公桌上 他是在通过这次发言向肯尼迪传达自己的信息 我要跟你和平共处 现在选掉了讨厌的尼克松 民主党政府一定要跟我修好啊 咱们两个有的谈 与此同时 他也向党内的还有远在中国的毛泽东 也表明了决定了决定 党内当时他的这几个反对派 莫洛托夫不用说了 波尔加宁 卡钢诺维奇 然后马林科夫 这几个 还有在中国的毛泽东 也表明了决定 就是我搞得定肯尼迪啊 我我肯定搞得定肯尼迪 我一定会让他道歉的 所以考虑到经济问题的这个制约 还有新一轮的这个核威胁 赫鲁巧夫在1956年啊 这个苏共二十大的时候啊 发表过那个著名的秘密报告 对吧 报告里头 赫鲁巧夫就提出过 他说我要跟社会主义国家 可以跟资本主义国家 咱们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和平竞赛 和平共处 所以后来才有了那个回暖 对吧 他还去访美 但是呢 党内的这些竞争对手 因为你这么搞下去 其实苏联的经济 民生并没有什么起色 这我们在苏联专题里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反而还什么 还创造了新的饥荒 对吗 所以党内的竞争对手 一个是他们要夺权 对吧 夺权的话 就得有一个由头 有一个由头 那么反斯大林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最好的由头 所以党内的这几个竞争对手 一直都在抨击赫鲁巧夫 说你这个不对 你这个和平共处不对 我们就得以阶级斗争为刚 所以要为战争做新的准备 要为新的战争做新的准备 这就是当时私派的人嘴里说的 其实这话毛主席也说过 对不对 但是1961年已经到来了 对于赫鲁巧夫来说 削弱斯大林的影响力 远远的要比应对西方国家的威胁 要更困难 因为现在不是说内患的问题 现在是外优 斯大林1953年死了之后 留给赫鲁巧夫的苏联 是一个功能完全紊乱的 非常混乱的一个苏联社会 对吧 2.09亿人口 当时无数的少数民族 都统计不过来 到底苏联说了多少少数民族 都统计不出来 国土面积贼打 占全世界土地面积六分之一 然后这么多的少数民族 2.09亿人就分散在这 二战打完了以后 苏联三分之一的财富已经没有了 2700万人在二战中牺牲 1.7万个村庄 这个城镇 然后7万个村庄都被毁了 这还不包括被斯大林清洗掉的 那几百万人 就是这个饥荒 还有这个斯大林 这个大清洗运动里头 这个被清洗掉几百万 这还不包括 所以你可以见 留给赫鲁巧夫的这局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局面 所以赫鲁巧夫就指责斯大林 他说什么 当然这不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 他不敢指责 赫鲁巧夫动智 当时你在哪 我也在下面坐着 所以当时他就指责斯大林 说什么呀 劳民伤财 没有从创伤的元气 这个恢复元气 然后就发动了一场冷战 结果把大家拖入到了冷战 军备竞赛的这个漩涡里头 对吗 尤其是他指责过斯大林 说什么呀 说1948年搞这个封锁柏林 愚蠢 太愚蠢了 所以当时美国还有核武器 垄断地位 当然苏联都还没有核武器呢 对吗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就跟美国就较劲 愚蠢 斯大林很显然低估了美国的决心 他没有想到美国会空运 对吧 我们上一期刚给大家讲过 而且也远远高估了苏联的能力 这个行为的后果是什么 是苏联在西方国家 在全世界跌了一个面子 西方国家突破禁区 对吧 没有困住他 而且最后促使什么 1949年北约的成立 对吧 就是因为柏林危机这件事 柏林封锁这件事 然后最后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机制 就是这个北大西洋公约 哎 成立了 所以你看啊 然后而且西德政府也是在这一年成立的 对吧 西德也独立了 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这是赫鲁晓夫不理解这个斯大林 啊 说这个斯大林这纯粹是做 对吧 你看什么好处也没有 最后还做出一个北约来 啊 最后也没有改变现状 还让这个全世界看到了美国的这个恐怖的空运能力 军事能力 然后苏联还不敢这个 还不敢吱声 啊 这个赔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美国还保证什么呀 还保证延长在欧洲驻军 我们不走了 啊 我们不走了 所以赫鲁晓夫认为 斯大林让苏联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 他觉得说斯大林考虑这件事情不周全 非常的不周全 啊 赫鲁晓夫不管怎么说 这个时候已经在新年的讲话上啊 已经对肯尼迪抛出橄榄枝了 凌晨两点的时候 他又召见了西德的大使啊 汉斯科洛尔 把这个汉斯科洛尔叫到一边单独谈话 这一年他有进步 因为这一年他开始喝低度酒了 他不能喝这个烈酒了 所以这一年他没有喝没喝高 哎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 当时这个在场的外交官里头 最重要的人 毫无疑问是汤姆森 因为这是美国大使 除此之外 第二重要的是谁 就是这个西德的 当时这个 科洛尔当时62岁啊 这个德国人 这是最重要的西方国家大使了 因为汤姆森不在吗 所以 但是私人角度上 科洛尔跟这个 赫鲁晓夫 他们俩关系 其实是非常好的 因为科洛尔的俄语 非常的流利 科洛尔 其实是一个左派 他其实是一个左派 他们的想法非常的一致 在科洛尔这个同时代的人里头啊 这样的德国人 其实也不少见 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俄语 因为相比于美国啊 德国不管是在文化 在历史 在地位 还是在政治上 都跟莫斯科的这个关系 曾经是非常紧密的 对吧 要不怎么会有这个苏德护不侵犯条约呢 对吧 历史上其实两个国家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 这个 把这个科洛尔啊 叫到一边去 两个人啊 准备密谈 这时候还有谁来呢 还叫了这个米高阳 然后叫了柯西金 一块陪着科洛晓夫 赫鲁晓夫 然后跟这个科洛尔一块 还是在那间接待室 就跟着这个六零年啊 那个新年的时候 那个还是在那接待室 然后这个 赫鲁晓夫这次很温和 是给这个科洛尔先倒了一杯酒 香槟 然后赫鲁晓夫 这个科洛尔注意到 赫鲁晓夫这回喝的是亚美尼亚红酒 低度酒 然后呢 就跟这个科洛尔解释 赫鲁晓夫就说解释 说这个医生啊 说我身体不好 他们呀 不让我再喝那个了 说我现在让我们喝这个红酒了 我再不能喝福特加了 科洛尔呢 就跟这个 因为他们关系不错嘛 两个人呢 刚开始拉了一点家常 科洛尔这个人聊天有一个习惯 政治家嘛 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按照他的习惯 在唠家常的时候啊 他喜欢把身边的人 就是他的对象 拉到他的 这个特别近的地方啊 然后 这个靠近 轻声细语 这样的话 在外人看来 这就能营造出一个特别特别亲密的关系 这就是科洛尔的习惯 科洛尔比赫鲁晓夫小四岁啊 他62岁 赫鲁晓夫66岁 科洛尔原来是普鲁士人啊 这个卡雷阵 这个这个卡雷阵 现在在波兰啊 22年的话也波兰了 他呢 从小时候 他就在那个沙俄的那个交界啊 那边界那儿就在那钓鱼 然后在那儿就学了一口流利的俄语 然后2012年代 他就以外交官身份就到了莫斯科 就一直在那工作 当时一仗刚打完啊 然后德国跟这个苏联啊 成为了世界上最为人诟病的两个国家 所以难兄难弟 哎 所以这两个国家 一战之后有这个拉巴洛协定啊 然后二战有这个 就是第三帝国时期 有这个苏俄互不侵犯条约 哎 你看 所以两个国家其实是很有这个渊源的 科洛尔 他跟这个赫鲁晓夫的想法非常一致 因为你看都是 基本上都是俄国人养大的 所以科洛尔认为啊 要想平息欧洲的这个纷争 唯一的一个途径是什么的 肯定不是对抗 肯定不是打仗 对吧 是达成共识啊 要让苏联跟西德 这两个欧洲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 要和平共处 他1952年接管这个 这个经济部 那东西德这个贸易司 他呢就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他想缓和西德跟苏联的这个关系 当时西德刚刚成立三年 但是他这个想法 美国人肯定不喜欢 对吧 西德你应该是自由世界的 你现在自由世界的一个外交官 每天在想办法如何跟苏联 如何跟东方阵营去构合 美国人不喜欢 所以科洛尔是有名的刺头 他经常跟美国官员打架 啊 经常跟美国的这个助西德大使吵架 半日出国人吵架啊 跟美军吵架 他经常跟美国人发生冲突 所以美国因为科洛尔 他们也非常的警觉 他说什么呀 就是德苏关系 如果过于宽松 如果过于舒适的话 那么这可能很有可能啊 因为西德会有科洛尔这样的人 那就说明西德很有可能会导向中立 就是他可能不是西方阵营的 他可能会导向中立 当时确实是有这个倾向的 所以赫鲁晓夫就非常感谢这个科洛尔 他说他说你看在你的努力下 去年秋天啊 西德总理这个阿登纳 跟我们达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协议 这经济协议很重要啊 恢复了东西德的这个贸易协定 这贸易协定 虽然这个当时他们说这话的时候 已经又终止了 虽然啊 但是赫鲁晓夫重申 虽然东德才是我们在德国的苏联的代理人 这毫无疑问 因为都是社会主义阵营 对不对啊 但是因为西德向苏联提供了 无可替代的现代化的机器啊 技术还有硬通货的贷款 这些都是从美国那拿不到的啊 也从其他国家拿不到 只有西德能给你 所以赫鲁晓夫直接就向这个科洛尔表示 说我认为啊 现在如果你说有一个苏德关系的话 那么应该是苏联和西德和联邦德国的关系 而不是苏联和东德的关系 也就是说他认为苏联跟西德的重要性啊 这个这个关系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东德跟苏联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当然我们不管这话是真实 当然这话肯定是真的 对吧 就说一千到一万 没有钱 什么都白搭啊 你没有钱 你啥也干不了 所以赫鲁晓夫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竟然还举起酒杯啊 他就说祝联邦德国实现了伟大的战后重建啊 他还对科罗尔表示 他说他希望阿登纳啊 就是这个老阿登纳能够借助逐渐增长的这个经济实力啊 以及由此获得的对美国的独立性啊 让西德跟华盛顿能够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 这样的话西德跟苏联的关系才能够得到啊 长久的发展 科西金听完了赫鲁晓夫这句话之后 老板都表态了 马上站起来 也要敬这个科罗尔一杯 他说什么 科西金说的更过分啊 他说对于我们来说 你是全体德国人民的大使 和这东德就甩了 因为太穷了 所以东德甩 这句话当然啊 我们不能说这这这这到底是科西金说的 还是赫鲁晓夫说的 当然就是从科西金同志一贯的表现来看 我们可以准确的判断 这句话肯定是赫鲁晓夫让他说的啊 肯定不是科西金自己说的 因为科西金同志 不会说这个超过科鲁晓夫啊 这个交代的话以外的话 所以 所以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如果苏联的盟友是西德的话 如果说苏联能够用西德所有的资源 那么苏联的发展肯定会比现在好很多 对吧 现在的情形就是什么呀 东德 那就是说为什么东德不再引起苏联的兴趣 或者不再引起赫鲁晓夫的兴趣 因为东德呀 实在太弱了 这个地方人很少 对吧 1700万人口 人很少 然后还有大量的难民 有点本事的都逃到西德去了 而且东德人少 还是前线 还要有苏军去占领 东德要发展经济 没有钱 苏联还要给援助 所以东德持续不断 要求苏联给经济援助 哎 苏联 然后东德又生产不了什么东西啊 所以这个赫鲁晓夫啊 就觉得啊 说东德基本上就可以是啊 可以可以往后哨一哨了 弟弟你可以往后哨一哨了啊 西德才是我们这个好 你是你 科罗尔你是全体德国人民的大使 这对于我们来说 科西金都已经说了这话了 但是就在科罗尔 哎 科罗尔觉得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么轻易吗 啊 这么轻易吗 当然不是啊 赫鲁晓夫一贯呢 就是什么呀 就是他情绪波动特别大 紧接着赫鲁晓夫又说 啊 他又对科罗尔说 他说 但是 我必须要重申一点 德国啊 就柏林的这个问题啊 必须在1961年解决 就是说赫鲁晓夫认为 他要下定决心 在1961年 他要干一票大的 要彻底解决东西德的问题 赫鲁晓夫说啊 说美国啊 不地道 美国不是你们的朋友 就说不是西德的朋友啊 他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朋友 美国在干什么呢 美国在害你们 美国一直在拖延谈判 啊 他不想改变柏林的现状 对吗 感谢 吉刚啊 感谢吉刚的 donation啊 两美金的donation 他没法 他不想改变这个柏林现状 不想改变柏林现状 就导致他们没法阻止难民外流 也不能让东德去签署和平停战的这个条约 所以赫鲁晓夫说了 我觉得如果你有理智的话 你应该跟我一样 对美国人失去耐心了 对吧 这个时候马上米高阳也站起来了 哎 赫鲁晓夫同志说的对 啊 赶紧 米高阳又告诉 这个克洛尔 说莫斯科的某些政治集团啊 哎 你你你别觉得我在开玩笑啊 某些政治集团啊 正在不断的向赫鲁晓夫同志施加压力 所以呢 苏联这个时候不可能在做事自己的要求 长期得不到满足啊 不对苏联 不对这个柏林采取任何行动 苏联这件事情如果不做的话 对你们西德也不是一件好事 对不对啊 所以哎 这个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好 所谓的某些政治集团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事情是他们的行话 这个叫乌不利息游说团 这个是在苏联众所周知的一个乌不利息游说团 乌不利息游说团 我们说乌不利息是谁 东德领导人 对吧 这个阿登纳是西德领导人 科洛尔是西德的大使 这个这个这个米高阳突然说说 这个某些政治集团 他突然提出这乌不利息游说团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东德 东德这些人一直在给苏联做工作 哎 要让苏联站在更坚定的站在东德这一边 对吗 因为这毕竟是德国的问题 当苏联站在东德这一边的话 那么苏联就不会去关注西德了 这句话就是什么呀 就给你胡萝卜加大棒 我跟你说 那你这个哥们 你这个做的工作非常的好 但是你别不着急啊 你要是再不着急 你要是跟美国人一块就拖延这个问题的话 到时候出了问题啊 我们要是突然倒向这个东德了 哎 你可别 你可别那什么 你可别后悔啊 就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所以 乌不利息游说团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而且乌不利息游说团 就是乌不利息利用他个人的关系 在苏共党内啊 拉拢了一批人 这批人就站在东德这一边 不停的去影响 想去影响赫鲁晓夫 这个乌不利息就是老发牢骚 他说这个赫鲁晓夫啊 没有保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对吧 没有尽到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 这个不好啊 所以这个科洛尔就只能一听 他能表什么 他也说不了什么 所以伴随着苏联人的恭维啊 吓唬威吓恶和香槟酒 双方呢 也并没有达成什么更多的共识 只是科洛尔承认 说确实啊 就我个人的立场看 苏联确确实实在柏林的问题上 已经表示出了极大的耐心 够了啊 够了 这个美国人确实很过分 但是科洛尔毕竟是联邦德国的大使 他也同时警告赫鲁晓夫 他说这个赫鲁晓夫同志 我还是必须要跟你说一下 如果苏联单方面破坏柏林的现状的话 会引发一抢国际危机 毫无疑问 甚至有可能会造成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军事冲突 这个请您啊 在说刚才那些话的时候 您还是要好好想一想 赫鲁晓夫啊 不同意 他很不屑 他说这个西方国家都是纸老虎 只会在短时间内叫骂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西方国家根本就不敢跟我们动手 所以他就跟着科洛尔说 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 你放心 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柏林或者德国问题宣战的 不会有的 你别说 赫鲁晓夫的这个判断确实还是很准的 就确确实实还是很准的 就是这到底是老政治家 所以赫鲁晓夫很清楚 科洛尔肯定会把这个今天的谈话带回到阿登纳那 带回到联邦德国 联邦德国会把这个谈话再转交给美国啊 会向美国报告这次谈话内容 所以呢 他表示啊 当然他也说了 那么当然我也不希望打仗 对吧 谁想打仗啊 我们也不希望打仗 我呢 当然是更希望通过谈判来达成共识啊 至于你说的 我采取单边行动的问题 我们当然是能不采取单边行动 我们就不采取单边行动 我们也不想打仗 对吧 但是我们有没有行动 这取决于 我能不能跟肯尼迪面谈这件事情 他想跟肯尼迪见面 他想跟肯尼迪 他非常着急 想跟肯尼迪赶紧会面 这次会议开到了凌晨四点 哎 然后 赫鲁晓夫 科罗尔 科西金 米高阳 哎 跑到了 还在跳舞的人群中 哎 跟大家庆祝 欢呼 哎 然后人们 让出了一条过道 啊 让他们走过去 科罗尔可以说 啊 虽然这个人是个左派 啊 但是他毕竟是联邦德国的大使 他是一个合格的大使啊 他的政治经验非常的丰富 但是他这个时候也开始犯蒙了 他没法判断 赫鲁晓夫这么频繁的威胁里头 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因为他很了解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这个人喜怒无常 他可能的赌性非常大 他很有可能是某句话是认真的 他很有可能某一句话就 他可能是真的在说 他虽然是跟着开玩笑说 他可能是真的会去做的 但是赫鲁晓夫在这一天晚上谈的柏林问题的方法 让克鲁尔也明确了一点 来年柏林肯定会发生一场冲突 以他了解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下了某种决心 只是他不知道赫鲁晓夫想干什么 所以他尽快的就要把这个观点赶紧传达给阿登纳 阿登纳要赶紧再传到美国 克鲁尔也非常清楚 赫鲁晓夫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呀 就是他现在等不了国内的政治局势 这个整个苏贡的现在政治局势 他的政治对手 如果赫鲁晓夫什么都不干的话 他无所作为的危险会越来越大 他反而是采取一些冒险的风险 转移一下国内矛盾的注意力 对他来说会越来越安全 所以赫鲁晓夫很可能 就是这个时候肯定不是很可能 毫无疑问 就党内反对派已经对他的位置 对他的人身可能都造成这个威胁了 感谢杨阳的这个20美金的donation 这个20美金 新年快乐呀 新年快乐呀 所以为这个来年啊 1961年的这个世界局势 其实很简单 你看啊 赫鲁晓夫在不断的跟人谈话的过程中 他已经逐步的把这个问题精确到了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他对柏林的思考 到底是合作还是对抗 他到底怎么选 他的一念之差可能就会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吧 当然他的一念之差也有可能造成柏林问题的不了了之 赫鲁晓夫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 他跟斯大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金两 哎 因为他是农奴的儿子啊 斯大林是一个抢银行的汉匪 所以赫鲁晓夫非常确定 因为他去过美国 他看见过美国啊 他知道美国是如何从一穷二白啊 不是 他非常确定 如果说这场军备竞赛继续打下去 或者说跟美国开战 苏联无力负担 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他呢 但是 他的优势是什么 是美国人并不清楚 因为这整个情报网并没有覆盖到苏联的最高机密 所以苏联很多东西 苏联的信息是不透明的 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说 美国人并不知道苏联有多大的金两 但是他自己是知道的 所以他承诺通过谈判啊 跟美国和平共处 他也正在试图拉近跟美国新总统的关系 他希望能弹成一个新的柏林协定 对吗 这就说明其实他自己非常不情愿去跟美国开战 他不想打这场军备战争 对吧 军备竞赛 他不想跟美国真的开战 他就是想放出话来 如果你不跟我谈 我就跟你打 我们不怕跟你打 他就是想给美国人这个概念 他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策略是什么 这个策略很简单 他在赌 肯尼迪这个年轻人 玩不过他 其实就是很简单嘛 我连威胁 我又表露出 我要跟你谈 我特别着急跟你谈 我要跟你谈 但是你要不跟我谈 我就打你 对吗 其实今天如果你看到的这一点 你会发现 这个人很真实 这个人其实 就跟我们平时普通人一样 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 对不对 感谢吉刚 感谢吉刚拜晚年 感谢吉刚又是20美金的捐助 所以 另一方面 你看 赫鲁晓夫跟科罗尔的会面 也传递出什么 其实他跟科罗尔说的是实话 他向科罗尔传递的 不光是他要跟肯尼迪见面 当然他跟肯尼迪 就是他对美国 要跟美国谈 但是又不怕跟美国打 这个事已经跟汤普森 就已经说过了 但是他就向科罗尔传递的是什么 就是他确实在柏林问题上 他受到党内压力 他受到了苏共内部的压力 对吧 而且科罗尔的判断也非常准确 这个时候肯定是 他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了 所以这个时候 那么赫鲁晓夫 当然我们是今天站在上帝视角 我们去看1961年的赫鲁晓夫 1961年年1月1号的赫鲁晓夫 他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共产主义者 对吗 加上他自己个人的情况 个人的性格的写照 那么你想想一个左右为难的共产主义者 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农奴的孙子 一个从草根阶层经历了无数次大清洗 无数次政治斗争 最后胜利的领导人 对吧 这个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 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政治对手搞掉 同时国内的民生非常的差 然后面临的外部压力又非常的强 一个这样的领导人 那么你说他除了赌 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就是说如果你是赫鲁晓夫的话 那么当时你会不会跟他做出不一样的判断呢 或者说你有没有信心说我做的一定比他强 所以这就有了后来的柏林墙 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 这就是赫鲁晓夫当时所面临的状态 谁也不想打仗 因为尤其是赫鲁晓夫这一辈人 尤其是艾森豪卫尔这一辈人 因为他们经历过二战的 他们是上过战场的 他们都对战争有阴影 他们对战争都是有创伤的 当然对战争有创伤的 还有谁 还有德国人 德国人憎恨苏军 因为苏军有过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 可能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强奸 在德国 这个故事我们下周再继续跟大家聊 这是我们聊聊 战争 在整个战争中的缩影 我们聊聊老百姓 因为很多人喜欢听说老百姓的生活 当时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么多 然后我们下周一 我们从现在开始 每周一的专题 都是在YouTube 因为专题是柏林墙的故事 所以国内的信息审查 我们实在是播不了 实在是传不上去 船上也得被避掉 所以每周一 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柏林墙 其实我们标题叫柏林墙的故事 但其实不是柏林墙 我们其实在给大家讲冷战史 因为冷战史这个东西 我们在国内没法讲 多伦多的水友来了 竟然赶上直播了 每周一的专题 我们就都放在YouTube 当然之后的专题 就是平时的专题 周三的宇宙学的专题 周四的诸子百家 周五的都市怪谈 还有周六的南明 明史的专题 我们还都在斗鱼 所以柏林墙 这是第二期 下周还有 柏林墙 因为是一个大专题 冷战肯定是一 千言万语 会成一句话 我中华 我中华 行了 我们先把录音先关了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 听我们这期回播 别忘了留言 别忘了点赞 点赞就是在YouTube 别忘了留言 别忘了点赞 因为墙内没有这个专题 那么我们把时间 留给YouTube直播间的 这怎么说 弹幕 水友 留给直播间的水友